我,是魔界至高无上的王 人们都叫我为魔王阿阳 我的目标就是统治这个世界 下面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四个手下 他们都是魔界的精英 来来来,小的们 给我把这片树林全都砍了 我要用这些木头建造属于我的魔王弓箭 有了魔王弓箭 我距离统治世界的伟大目标就更进一步了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本期的阿阳我的白宝箱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霸气的模组 它的名字叫做魔王 这个名字一听上去就很霸气啊 根据模组介绍上面说 这款模组可以让我们获得魔王的力量 召唤出魔王的手下来帮我们做任何事情 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厉害呢 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我们想要当一个大魔王 就必须先去做恶行 我们只需要按下M键 就可以看到恶行的选项 这里小伙伴们要注意了 选择恶行是需要经验值的 如果等级不够高的话 我们是不能够选择恶行的 当我们选择恶行以后 就会扣出一些经验值 同时会出现一个睡眠的buff效果 当我们选择四次恶行以后 再一次醒来 就会发现我们得到了一个魔王权杖 现在就可以开始我们的魔王之路了 当我们左键使用魔王权杖时 会发出黑色的电流 不过这些电流的伤害并不高 所以用处不是很大 重点是 在我们右键使用权杖的时候 就会召唤出一个魔王的小奴才 小奴才最多可以召唤四只 我们可以用魔王权杖对树右键 就能命令这些小奴才去砍树了 一旦下达命令以后 他们就会不停的到处找树砍 砍下的木头呢 他们会放在自己的背包里面 想要他们停止的话呢 只需要用权杖点击地面 他们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我们只要挨个点击他们 他们就会把身上的木头 全部都交出来 方便 不砍木头以外呢 我们还能让他们 把动物给抬走 只需要对着小动物右键 小奴才就会将动物们 举起来直接带走 比起用食物来勾引小动物 魔王的方法 是不是霸气多了呢 喂喂 你把我举起来干嘛 哎呀 你快放我下来呀 如果有了这些还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命令 小奴才们去挖矿 只需要按下M键 就可以打开挖矿模式 我们只用选择好位置 小奴才们就会开始工作了 在一边挖矿的同时呢 还会我们修建上下的楼梯 嗯 当魔王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啊 好了小伙伴们 如果你也喜欢这款模子的话 可以自己去下载下来试一试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